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位的马奎尔来说 应该说一条队已经迈上了冠军的宝座 来看看梁文博还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看看马奎尔手握赛典以后会不会在战术上有变化 尝试一根远先进攻 需要很精密的白球线路 皮组在看两颗球 非常关注 今天整个决赛的打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十局比赛 这是第十一局 马奎尔远先进攻的成功率确实是不高 我只有在第九局的时候 一上来的一次远先进攻成功 就轰出了单杆132分 也非常遗憾 没有能够打破梁文博的单杆最高纪录 梁文博放手 非常好 这杆放手啊 挡住了整个红球堆的右方 只能从左方回到开岸去 但是左方有很多红球来阻挡 而且母球离库边非常近 这个效果非常好 打底下这颗红球 非常有经验啊 既然没有办法放回开岸去 我索性就沉到底库 但是这个呢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梁博来说 马奎尔这样防守的方式 对他来说也没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有一个相对来说 好一点的防守线路 看看两波 他在拼中带 看看线路 哎呀又 又给马奎尔留下了 四季没有成功 马奎尔留下了中带的机会 这杆球 本来是因为防守啊 获得了主动 应该的 还是 对方毕竟守卧塞点啊 也许这就是像我们所说 真的是强势型进攻选手 对 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吗 应该还是战术 其实我觉得呃 梁文博跟马奎尔之间在这个根据自己的状态和局势的采用这个战术上的变化 相对来说就没有马奎尔更老道 更合理 嗯 你看马奎尔几次啊 因为这颗黑球角度相对来说还是大一点 不舒服 就起来调整 我觉得关键像你说的这个合理这个词 可能更需要梁文博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去注意 扎球 中带可以打 红球最底下这颗 右下抵达也可以打 看看他选择哪颗 又看一看啊 是考虑中带还是考虑抵达 大家可以看到马奎尔的严谨啊 虽然手拿着三个赛点啊 其实像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梁文博可以提高的地方 通过断次比赛跟那些高手的较量啊 也算是赛季前的一个练兵一个热身 啊出现问题 失误了 看看厚了一点点 加根 底干啊需要发一点点力 看看加根的转度 好球 弹顾叫蓝色五分球力度 哇太大了 底弹 轻轻吹一下 再看啊 红球堆最下方的那颗红球 再看看 还再回来看 听到什么位置 右下角底弹能够击打这颗红球 再看 高杆啊 需要很稳 好球 异度 稍微轻了一点点 好还可以 高杆 高杆 刮一下红球堆 刚好可以滑过去叫黑球 没有碰到红球堆 回来不妨碍叫到黑色七分球 打得稍微的厚了一点 那颗红球 再看一眼中弹 看下一颗红球怎么办 因为这个角度相当稳 凤隙之间 看看是不是 还有抵达的机会 好球 好球